八年十条人命 连环杀手 重庆竟然再犯枪击案 四天 全民动员 周克华最终南逃挥挥法网 连续八年 沿江三地 他如何屡次逃脱 忽隐忽现的连环凶犯 他们有哪些诡计可寻 曾经有一期节目 专门做过这个人 但是当时呢 我们不知道他叫周克华 那是他在南京犯下的一场血案 1月6日9时54分 南京市公安局指挥中心接报 下关区东门街2号农业银行门口 一名取款人遭到持枪抢劫 受害人头部重担 经抢救无效死亡 犯罪嫌疑人抢劫20万元现金后逃窜 这个人的特点呢 是专门是守候在银行的门口 他经过踩点 然后银行里面提取了现金出来的人 他冲上去进行抢劫 而且抢劫的手段非常残忍 拿起枪来 直接枪击被害人的头部 往往一枪毙命 所以这8年间呢 他总共杀害了10个无辜的人 那么这一次他犯案 被警方击毙 主要的起因是8月10号 这个周克华又流窜到重庆沙平坝区 在抗局院中美银行处于所门口 又犯下了一场血案 里面出了两个人 他打死了一个人 打伤了一个人 然后把这个吊在地上的包捡起来 这里边呢 开始说有25万 后来警方证明的只有7万块钱 他拿起这钱走的时候 甚至还不慌不忙 向周围的群众还微笑了一下 你可见气焰多嚣张 其实我倒觉得媒体应该报道一下这个保安的名字 非常勇敢在后边追 所以你站住 结果这个周围华不仅站住了 转过身还奔着保安来了 而且拔出枪就射 把保安的手臂打上了 之后迅速的逃算 跑了 那么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呢 在此之前 由于他有这么多的命案 2004年到现在 其实警方一直在布空在找他 那么他在重庆出现了 根据他以往作案的规律 有人说他抢劫完了之后啊 就会跑到深山老林里躲一阵 所以重庆警方呢 一开始就在重庆周边的山区林区里边 在搜寻他 可是呢 重庆市里边安装着大量的摄像头 这个时候帮了警方的麻烦 警方通过摄像头发现呢 这个周围华不仅没跑到山区林区里 反而是在重庆市区里转悠 事后呢 我们得知呢 他在商场里转悠 甚至跑到电院里看了两场战影 那么根据这个线索 重庆警方断定 他还会在市区活动 那么由于在此之前呢 警方通过一些秘密手段 当然这些手段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很可能是通过线人控制住了周固华的女朋友 2008年底 初中毕业的张桂英与同村姐妹一道去广东打工 这一年张桂英16岁 在许多人眼里 张桂英略有紫色 追求他的人很多 然而张桂英的生活并不清楚 原来张桂英打小就换上了杨颠峰 因此他的智力要比一般人越低 书也都不好 内心非常自卑 在打工的两年里 张桂英频繁抱怨两个事情 一是工作辛苦 另一个则是最感情的纠结 工资少得可怜 自够活水 天天吃青菜超黄瓜 没得油没得眼的 这年四月 周克华从云南监狱里出来了 三年前 他在云南取境宣威火车站 被查获非法持有五四式手枪一支 此弹六发 被判刑三年 而警方当时并不知道 周克华已经接连在重庆 反散了两起血案 2004年4月22日 重庆市江北区某银行发生持枪抢击案 一人头部中弹 当场死亡 一人重伤 7万元现金被抢 2005年5月16日上午9点35分 重庆市沙平坝再次响起枪身 一对刚从银行出来的扶鼠被射杀 皆被抢走现金17万元 除狱后的周克华并没有反思自己的罪行 而是对暂时逃脱惩罚 战战自己 他又在酝酿着其他血案 枯燥乏味的工作 微薄的工资 也让张贵英产生了不安分的想法 在换了多份工作后 张贵英选择做了失足女 在重庆一间灯光昏暗的洗头房里 杀人恶魔周克华和自甘堕落的张贵英相识了 周克华出手大方 每次给的零花钱高达一千元 一来二往 张贵英对这位大方的熟客心生好感 周克华还告诉张贵英 他是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毕业于哈佛大学 是富二代 他的家族企业几分钟就路上几万元 不久 两人确定了亲人关系 周克华答应付给张贵英每周一万元筹劳 然而 张贵英在网上搜索十大杰出青年字样 并没有找到周克华的名字 一次 张贵英遇下周克华请教英语 可自称哈佛毕业的周克华说自己忘记了 面对女友的怀疑 周克华最终承认自己就是接连制造多起持枪抢劫案的凶手 没想到的是 对于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 张贵英不是恐惧 也不是厌恶 而是充满了崇拜 周克华要张贵英跟着赶 并要他交投名状 要么杀一个人 要么跟他到重庆 张贵英选择了后者 从此周克华和张贵英开始了一段罪恶而又惊醒的男女朋友关系 周克华也会带着张贵英一同逛街 但要求两人保持50米的距离 以前以后的走 吃饭时才坐在一张桌子上 张贵英平时在出租房睡觉 如果周克华打来电话说 发股资了 张贵英就明白 又有档案发生了 2012年8月10日 周克华在重庆市沙坪坝 中国银行储蓄所门口再次石枪杀人 杀人后 周克华走到400米外 搭乘一辆摩地 逃离了现场 一名铁路警察在铁路附近与周克华遭遇 深入子弹 壮烈牺牲 通过现场提取的弹壳和弹痕 警方发现 打死铁井的这支枪 与在银行门口所用的枪支并不一样 但是不却于三年前 重庆319 哨兵被杀案中作案用枪移植 2009年3月19日晚7点42分 一个蒙面歹徒用手枪将成都军区 驻医部队17团银房门口的哨兵 开枪打死 抢走了81-1 自动步枪一支 此后 犯罪嫌疑人便销声匿迹 那支作案手枪的再次出现证明 周克华就是枪杀少兵 抢走步枪的犯罪嫌疑人 从此 一起悬案终于真相大白 周克华又背负了一条无辜的生命 通过监听他女朋友的电话 在8月13号这天周克华给他的女朋友打了个电话 意思是说我最近还要干一把大的 就是抢的钱才抢了七万块钱 没多少 所以警方在得到这个信息之后 在重庆这些银行储蓄所的门口进行了严密的控防 8月14号这天早晨 当时有两位警官 一位叫王小瑜 一位叫周静 两人就来到沙平坝区重庆桥处一所附近 蹲点 大概6点45的时候 我们的副所长李宇东 他就是在我们上面有一个点 他打了个电话来 就说过来一个人有点像 然后说他还在打手机 然后当时我们当时掌握情况 他不用手机的嘛 但是我们还是 然后就贴近就观察他 当时他都不能百分之百肯定 然后我就跟他后面王老师就从旁边跟着 他跟着过程中 他就老回来看我 我就怀疑身大了 这个中天男生可能发现 身边后一种人跟踪 加快脚步走 他们就在后边大踏步地跟着 进了旁边一个小胡同以后 这个小胡同进去再一折 这边是个死路 这个时候这中天男生看着是死路 突然转身回来了 然后就向我们接近了 我就感到危险 他肯定要向我们动手了 这时候这两个警察 精神高度紧张 因为这回来随时可能发生枪战 果不其然 这两个人把枪拿出来的时候 发现这个周克华也掏出枪来 直接就向他们设计 他在同时他就向我们先开着枪 然后我就赶快找一个电信杆 把他当年纪 王老师就靠到枪外 然后这个周克华呢 也靠在枪角 双方开始激烈的枪战 那么当然警察平常是训练有素的 我们说这个周近警官和王晓渝警官 两人呢 这个位置呢 站成了大概是接近70度左右的角度 这个角度保证了什么呢 就是说当这个案犯向其中一个人射击的时候 另一个人就有足够的角度和时间空间 向案犯射击 如果你射那个的时候 这边的警官又有机会 因为这两个警官呢 都受过特殊的训练 其中有一个呢 还曾经做过狙击手 那么在激烈的枪战过程当中呢 这个周克华打出了三枪 都没有打上 其中有一枪打到地面 反弹的子弹呢 把王警官的脚踝擦伤了 不中 然后这两位警官呢 总共开了四枪 结果把这个周克华当场击毙 后来法医一案呢 太阳穴一枪 腰上一枪 最后经过验明身份 确实没有问题 这是周克华 那么通过这次惊心动魄的 时间比较短暂的交锋 为时八年的这个案子 最后终于破了 这个周克华呢 击毙了 这算是去掉了公安干警 一个心腹大患 因为这个人呢 抓他非常难 2004年他发案 到现在八年 没有抓到他 说为什么没抓到的呢 他有个特点 就是一般来说 案犯流窜的话 你要住旅店呢 或者是坐车呀 都有身份检查 一有这身份检查 他就容易把这案犯给堵住 可是周克华这些年 从来不住旅店 他之前买个帐篷 什么冲锋衣都买好了 就城市里边也选一个 僻定角落 把帐篷支起来 往这一趟 到荒郊野岭更是如此 所以这是他的一种生活习惯 他的野外生存能力极强 反侦查能力极强 他绝对不会到一些 让你轻易能检查的身份的地方 他避免暴露 那么你像他居住的地点 往往选择城市那个山上 或者是荒郊野岭 那么在你关注 正常排查的时候 那么你找不到他 他为什么 你看在南京 长沙 这个一直到重庆 这一线作案 这是沿长江的线路 中国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坐火车 哎 检查的也挺多 你公路 他沿道这些路侠也多 那么只有水路 长江上面 好多的邮轮 载客的 载货的 还有一些竹筏什么的 很难直接把他密集的布控起来 进行身份检查 所以他选择沿江作案 这是水路 他要想跑的话 相对容易 所以这八年来 警方想尽各种办法抓他 就没抓着他 那么这个事情过程当中 咱们可能有不少朋友 说怎么找到他这样 怎么就知道他要再干一票 这我刚才说了 咱们这点不要 说是媒体要求警方的必须都透明 因为这里第一个涉及到线人的问题 我们要保护线人 第二个警方有一些秘密侦查手段 他是不希望被大家都了解的 因为这是警方自己独特的行业内部的规矩 那么说这个周克华本人到底是个什么样人 那么在发案前后 很多记者来到周克华曾出生的地方 重庆市沙平坝区有个井口镇 下面有个二长村 他是跟着他父母 在这个村子里大概念完初中以后 是在这儿地上 就像我一天 在这儿地上 说啊 这就是警方的选择 我闭上的臣子 所以我去闭上 我线人的困难 就像我一样 在这个村子里 那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可以这么说 他在2004年2005年连续犯下过两次命案 就是这个抢劫 打死了三个人 那么在2005年的时候呢 他由于身上戴着这种枪 被警方呢给查着了 查着了呢让他拿出来 他当时就不干 甚至冲先放枪 警方就把他抓起来了 抓起之后呢 非法持有枪劫罪啊 怕了他四年 他在2005年到2005年 在监狱里蹲了四年 一种说法是呢 如果不蹲这四年 这四年他得杀多人 还有种说法是 可能他不想杀人了 蹲这四年 他仇恨社会继续杀 反正2009年出来之后 他加大了作案这种密度 一连串到现在 我们说后来他又杀死了七个人 所以说这个周克华到现在为止啊 警方把这个案子破了 那可以说是一块大石头落的地方 很多媒体登门采访周克华他妈 问这老人 你这老人回不回来 我给你拿过钱 小是什么样 他母亲惊恐万壮 经常用扇子捂住脸 不让记者拍照 我有时候就想 儿子犯了罪 母亲没犯罪 而且儿子犯罪和母亲 没有必然联系 你可能说 没准他中间他回来 在家里逆藏过 他母亲不说 这个事情只有空间法能给定性 是否有包庇罪 媒体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那么你在儿子犯了罪 甚至被击毙的时候 去采访他的母亲 这是不是意味着一种残忍的 去打扰一个 可能心里头无比刺痛的老人 我觉得这个于心何忍呢 所以最后我想说 我们的媒体 在拥有强大的敬业精神的同时 是不是也能拥有一点 基本的人文精神